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有关资料显示 白车的事故率明显偏低 第二是吸热功能弱 生活在亚洲的人都知道 夏天一般是太阳的天气很多 在烈日炎炎的情况下 把车子停在路边 等再次进去的时候 简直不敢待在车里 所以大多数亚洲人会买白色轿车 因为浅色系的车反射光线的效果要好 所以耐热性明显要强 第三就是有一些轻微的划痕看起来不明显 买回一辆车最不希望的就是看到它的车漆被划伤 这样是非常苦恼的 坐骑也要花钱 不坐骑吧又难看了 所以最后还是要花钱 如果这些痕迹出现在黑车上就会特别的明显 而如果在白车的话 在外观和感觉上要好得多 最后作为当下最流行的汽车颜色 白色有着许多优点 但是也会存在一些劣势 如发黄 如不耐脏等等 这也就是为啥汽车颜色那么多种 亚洲人买车偏偏喜欢选白色 总之不管是哪种色系的车子 车漆都很脆弱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避免划伤 妥善保管